請教這一個尾航 另外一個部分的核心戰場 是在選戰倒數剩下54天 那昨天有台T台做了一個民調 這份民調當中 這個陳時中的支持度 剩下20多趴 你怎麼看 好的 這份民調如果數10的話 選舉已經結束了 說輸成這樣子 另外兩家加起來勉強超過蔣萬安 這個真的落差很大 不過他也凸顯一個格局 就是現在領先集團 也沒有集團 就只有一個人領先 另外兩個在下面分 那就我的了解 我們先就數字看數字 這個數字要做多少機構效應的校正回歸 我之前有說過啦 就各位就把藍的減5趴 綠的加5趴 那黃珊珊算什麼 黃珊珊他其實民進黨內部的民調 顯示他也是差不多2324左右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即使黃國昌宣示去挺他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動 所以讓你微調你的意思是說 陳時中應該加5趴 蔣萬安應該減5趴 當然加5趴上去 其實民進黨的是沒有到27啦 稍微再低一點點啊 所以他們才會說跟黃珊 當然大概是處於同樣 但是我們還是相對領先黃珊珊 要注意他講話都很有技巧 他就講說我還是領先集團 如果前面兩個選一個集團 但他們也觀察到就是 蔣萬安至少在最近的這一個月有領先 明顯領先3趴 雖然高低起伏有 這都牽涉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不管有沒有周遇寇的這個要素 請問陳時中在這一個月到底做了什麼 表面上看起來做了繼續很多Babyboss的行程 可是實際上他也沒有打什麼很重要的一個 比如說可以去翻盤的東西出來 你進攻也不像其他地方有打一個大的案子 那如果你要防守 你的相關政策沒有任何的亮點 如果這一整個月 你不要講說外部因素什麼不可抗議什麼 你自己也什麼都沒有做 這都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已經快沒有時間了 我們已經從100天一路講到現在剩50天 還有直接再一個50天就結束了嘛 你不趕快丟一些東西出來 這8趴或9趴或是這一個18趴 其實他都是一個幾乎技術上是難以壓縮的 特別是不管這個民調有沒有機構 相信陳時中的這個被討厭值 其實每一家差不多是過半 都是44%至52%之間 基本上你要對其他人 其他人都大概只有二幾趴而已 所以他的喜好度都會到四幾 像黃岩山是接近近半台北市民 是喜歡他的 也都不只是不討厭 是喜歡他的 這就代表他們其他人是有網上的空間 如果最後要衝票出來 他們都可能衝票出來 但是陳時中可能就衝不出來 他必須要趕快去改變這樣子的盤勢 不過回歸這個根本 民進黨自己手中到底我有多少 我去問民進黨 問到這個民調的時候 我問他說接下來你們寄望誰 他們寄望韓國瑜 真的喔 因為希望韓國瑜 韓國瑜今天要賣他的年曆了 這個希望韓國瑜接受更多的訪問 更多的站台助選 丟出更多的金句 讓民進黨有翻盤的資本 就是說韓國瑜來抵消COCO效應 對 他們還是 其實自己都沒有牌 不相交反動員 其實就是自己沒有牌 就是說希望天降神兵來救我 這根本不是選舉的王道 這已經是邪魔歪道 就是你選到最後面還是要告人家 趕快失言 趕快亂講一些話 趕快站錯台 黨黨可是周韋航 王道通常有邊際遞減的效應 對 就是說韓國瑜這個社會的熱度事實上 很明顯的降低了 對 我必須要講一次 也講一個比較 就是雖然不見得所有人認同 但是在中間選民的心中 韓國瑜好歹受過一次懲罰 叫罷免 OK 他的懲罰 他的過去的業力已經某些程度消化 可是民進黨 大家對民進黨不滿 在歷來都沒有消化 你要注意他是一路贏 陳柏惟罷免不算的話 公投也贏 中二補選也贏 民進黨並沒有去消化 這一個從疫情末期以來 這個一般百姓對他的這種 其實講白一點 你好像在形容成 地震的能量釋放 對 能量沒有釋放 那像陳時中一直不理解 欸 為什麼大家會討厭我呢 其實這也不是錯 因為他本人可能真的不太理解吧 可是看在討厭民進黨的人嘴裡 他就是用兩個字形容 叫做嘴臉 就是你看到民進黨這個嘴臉 你就覺得這傢伙 等不到現在還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不痛定是痛 好好的承認一下錯誤 好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改 大家還是在那邊禍悉泥 其實這種禍悉泥的狀況 從台北到新竹都是一樣的 新竹那邊他也是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打的也是沒什麼具體的效果